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8月30日 想和大家討論財經新聞解讀 第一個想講這條片下一個聲明 聲明博去三個連結 第一個就是WhatsApp群組 容許我單向和大家發布訊息 第二個就是Bang軟件群組 容許網友在討論區裏面互相討論 但又不會違反私隱條例 第三個就是去Capital Corner 一個YouTube頻道 有我和Herman Sir 講講講港股、美股和期權的操作 第一個想講的就是想講樓市 樓市最近傳出來 說新世界的K11Art Mall 即是在尖沙咀的商場 就用90億就賣給華潤農地 近這年幾兩年 其實新世界都將有些持有的上市公司 就賣了 或者是將如景新城的商場就賣了 你看到有些事就是賣上市公司 那個其實是一些內部的轉讓 由周大福自己在系內裏面做了一些調配 反過來賣給華貿和華潤農地 我覺得其實之前都講過 在今天的時勢 用這個價錢 你說是否很吸引呢 即是五厘三的回報是否很吸引呢 我覺得未必是 因為在現在的市況 即是你去融資的成本不便宜 五厘三絕對不吸引 因為你說華潤農地 那個叫做credit rating 那個叫評級 即叫做那些評級公司給的評級 不會好得過新鴻基 那你新鴻基他們那個借款成本 都要講的是high board加1 那即是4厘多再加1 即是5厘多 5厘多的時候 那絕對不吸引 即你有可能有些人就講 你借的錢就不應該用短期的資金 去計算長期的資金 那你長期的資金都不會便宜的 即是就算你說我要去發新股去融資 今時今日那個叫做融資成本不便宜 你融資給你買一些物業 那個回報不是吸引得那麼厲害 即是你沒有可能會買了物業回來 那個你去做一些改造 會大幅提升得到租金收入 那我又看不到有這個協同效應在那 這個第一 第二 那個利率是不是真的好像坊間說 可以大幅減幾厘 所以令到那個回報就變得吸引 我又覺得未去到那個程度 那的時候 即是用這個回報率我覺得 即是站在如果我是一個投資決策者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不是一個好的選項 那剩下一個選項 一個叫做原因是什麼 就是一些叫做政治的考慮 因為其實年多前 我想年半前左右 我都在北京那邊都聽到 新世界已經是向北京那邊去求救 會不會有些便宜一點的利息 可以融資得到 那一個接近 譬如在余景新城四十幾億 在K11 厄磨九十億 能夠出到這些錢的人的投資者不多 即是以前會有的 即是有這麼多千億符號 百億符號 要消滅一個幾十億的成交 不難 又有Gors Capital 一些這麼大的基金管理公司 去買不難 但是今天我想買家真是寥寥可數 很多發展商都自己自身難保 是得順滯才有四百多億的貨幣 那順滯你說會不會走去跟你去買呢 我想又不會 那即是說 在這麼有限的買家裡面 在那個回報不是超級吸引的時候 要去買呢 我想不到除了政治的原因之外 我就想不到有其他 那你買的華茂 華茂差不多是半個國營公司 是在做一個社會企業 那華潤農地就擺明是國家央企 那這些去救那些叫做香港的投誠了 那即是說香港的發展 做支持香港的發展的發展商 那我想亦都是無可口非 那這個就是說我對K11握摩的看法 第二個就是說勞動人口 那麼勞動人口呢 全香港的勞動人口呢 比上一季就多了一萬八千人 第一季就三百八十萬人 第二季就三百八十一萬人 參與的勞動人口的參與率呢 就是57.1% 就業人數呢就是三百七十萬 那現在香港的家庭住戶的數目呢 就有二百七十五萬八千四 那家庭的月入中位數呢 就兩萬九千七 那你看到有一個趨勢 就是第一季家庭住戶的 每月入息的中位數呢 就是三萬元 而第二季就兩萬九千七 那你看到那個住戶的 每戶的入息中位數呢 就跌了三百元 那想說 現在很多譬如那些坊間 就是那個經常說 以中位數計 不吃不住 不吃不吃不看 都要十九幾年才買到樓呢 就用那個家庭住戶入息中位數 或者個人入息住戶的中位數呢 就是去計算的 那現在那個中位數呢 就是講著 兩萬九千七 那如果你看回最近賣的居屋 那最近的居屋呢 就講著家庭的收入呢 那個上限呢就是六萬元 單人呢 就是單身去買居屋呢 那個上限呢就是三萬元 那你看到呢 就是說 其實 三萬元的月入的家庭呢 其實你是不應該賣私人樓 因為你是跌了去資助房屋那個階梯 但是我經常都說我說 你用 我們要分開那個叫做目標客戶 香港的私人樓呢 其實賣給的目標客戶呢 我想絕對不是家庭入息中位數 我想應該是將那些收入排名 是投過25%或者是30% 那時候呢就會是遠遠超出呢 就是30,000元 或者是29,700元 可能是說4萬多 5萬元 那我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如果你是去買一個叫做 叫做400萬的樓 其實如果用30年的按揭 你借錢借七成 即是280萬 你的供款是13,500 就是說4萬元收入 你去供 那其實你是說32% 我想是佔那個收入的32% 三分之一 那我覺得都是一個叫做正常的選擇 那現在坊間裏面 400萬以下的樓的供應不少 那些人又說了 400萬供應的樓不少 但是樓零不大 偏遠 那你要去作為一個叫做上車盤呢 那你只要去承受那個交通 你只要去支撐一些遠離市區多一點 多一點 那個樓零是大一點的 即是怎麼可能你400萬可以讓你買到九龍站呢 沒有可能 那現在今天呢 最近出了一個成交 那個成交就是在說在叫做在叫做在叫做在美庫 說的只有400多萬 那400多萬呢 就是三房來的 是實用面積666呎 是450萬億手 那些人又會說 美庫新村老過老虎 那是老過老虎 但是市區來的 那個有兩個地鐵站 兩條地鐵線經過 一條荃灣西的線 一條就是荃灣中環的線 一條就是傳統的荃灣中環那條線 共交通便利450萬 那你都覺得樓價貴呢 還說要跌幾成呢 我就覺得 就是想這個人的問題呢 就很大問題了 就是沒有可能就好像跳繩那樣 將條繩拉下來 去遷就你 那 反過來自己去看那個樓市 如果看技術趨勢那些東西 我覺得還未找到個底 那未找到個底的時候 究竟是會有什麼問題出現呢 那我通常我都是會說 到那時候呢 就是再跌 譬如現在由那個中原指數 一三幾再跌到 譬如假設跌到一三五 或者一三零附近的時候 那時候呢 就會告訴你 其中呢 究竟是什麼呢 那我暫時會去猜 有機會發生兩樣東西 第一 減息未必會出現到那個效應 即是未必會出現得到 那個大家去追回入樓市的效應 第一可能減的幅度不夠多 第二 我最擔心的 明年 無論你拜登上場也好 賀錦麗上場也好 是來一個回馬昌 即回馬昌 我想 殺傷力比你想像中還要大 第三 我會想到的就是 會不會是那個家庭的收入 是趨降呢 你看得到 現在那個家庭中委入息收入 由三萬元跌到二萬九千七 會不會 接下來是一個趨勢 都是向下 由二萬九千七 去到二萬八 去到二萬七 這個調整呢 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有幾樣東西 第一 香港那個叫做收入 跟外國那個經濟來往頻繁 是很有關係 即是看到金融業死了 即是接近死了的時候 很多五萬元留上做IPO 做所有跟金融從事 即是股票行業那些差不多都想跳樓 這個第一 第二 現在是說大灣區融合 大灣區融合 現在很多是去了北上消費 倒閉的店鋪就不少 那些要去搶和內地競爭的時候 沒有辦法 都要在價格裡面去做調整 自己都看得到 坊間的 叫做 有些餐廳 已經是那個餐牌的價錢 是下調了一間普通的茶餐廳 那個價格下調了 連鎖的快餐店 即麥當勞也好 KFC也好 大家落大快匯也好 已經是推出一些 巨級引力的價格的餐出來 大家是在內卷著 內卷著的時候 會影響幾樣東西 影響那個舖租 舖租調整 第二個可能是人工 這個我覺得有機會出現 調整人工的收入 你看到建築地盤放緩 建築進度 建築工程的 建樓的速度放緩 已經影響建築工人的生計 這個 有機會真的 那個收入 有機會 香港人的收入會 向下調 和政府 政府 連連財赤 有機會 動身 又給了個訊號 大家 和 如果是中央政府 看得到財赤 有機會是車位人亡的時候 可能真的會有一個減薪的 也都不出奇 尤其是一些高級的公務員 我覺得要去開刀 或者是在立法會議員做開刀 我覺得不出奇 這個令到 為何會出現有個情形 就是那個薪金向下調 就是殺校的殺校 跟著那些老師人工 老師做老師的人又少了 就是幾多東西 我覺得是 明年可能有機會是出現的 不是說唱衰香港 現在你真是香港 未找到一個新的 令到香港經濟復活的火車頭 這個就是想說 那個樓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想說那個叫做烏克蘭 說烏克蘭每次都會惹來很大的爭議 那個爭議就是說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不對 我自己抱一個叫做叢林法則的態度去看 一個國家一個小國 站在東西方陣營裏面 你是沒得去拿策略的 你拿策略的時候 你自己是陷於自己 在一個戰爭的邊緣 大家都覺得烏克蘭去加入北約 不關俄羅斯的事 但是當我是俄羅斯的時候 你一個這麼接近俄羅斯邊緣 這麼多地方 這麼多公里 跟俄羅斯接近的時候 你選擇去支持北約 你選擇去支持北約 作為俄羅斯 我一定怕 我一定怕的時候 我就一定去打你 這個不是說 他是想找一個藉口去侵略你 而是作為一個叫做自保 沒有辦法這麼做 這個是現實 其實現在要去這場戰爭的修科 如果沒有了北約的成員 美國的餐腰 那根本烏克蘭一早都不夠俄羅斯打 其實俄羅斯我覺得 他也算是很厲害 以一國之力這樣的經濟體 可以支撐和烏克蘭 他們這麼多的國家 打這麼久 我都覺得他叫做很厲害 那打仗其實是說什麼 是說鬥銷錢 以前都說過一集 就是說 當幾百年前法國說 要去打仗的時候 第一個是見什麼 就是見些金主 就問他借錢 接著跟他說打完勝仗 就會還回多少多少給他 那這些就是最初頭的國債 那在美國也是 就是說打南北戰爭也好 或者打其他戰爭也好 那他都是發國債 去做他打仗 燒錢那樣東西 那現在 连斯基為什麼要去打俄羅斯 那就是因為如果特朗普一上場的時候 就會截斷了他所有的資金供應 那沒有資金供應 你怎麼可以打下去呢 那這個就是最後來 就是逼狗跳牆 他就要去做這件事 將那個戰士擴大 令到那樣東西回不了頭 就是好像進了一個發營屋那樣 洗濕你的頭 查到整眼翻簡譜 那你都不做下去都不行 一模一樣 那這個其實就是講 我們叫做領導人 就是國家的領導人 那個是很緊要 這個小國要去識擺位 不是今天的事 在以前的叫做春秋戰國時代 都是的 就是很多小國 尤其是你在列強之間 你怎樣去擺位 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特朗普上台 我想 澤連斯基面對的問題會很大 因為一收水口 就是會是 根本就是不能再打下去 那你講和呢 就是得回一個唯一的出路 一講和的時候 總統就要換 那 通常都是這樣 就是打仗就會 令到一部分人 會是賺很多錢 就是那些肥 就是世界都是這樣 就是每一次有戰士的時候 就會有一班人就是得益 那那班人也是很鼓吹主戰 這些是 就是古往今來都會是這樣 那打仗其實就是講藉口 就是他有一個叫做出兵的理由 那這個是 就是人世間就是 整天都是這樣 就是等同減息都是需要理由 一樣 就是美國用了這幾年 用了這些招數 就是尤其是2022年尾之後 就是變了一個加回息 將那個利息 就維持回 在一個比較高一點的位 那跟他以前的政策不同 以前的政策就是 我要低美元 高利息的政策就是兩件事 那兩件事的時候 有時是需要去做減息 就是有些政治的目的去做 那你說那些什麼非農就業職位那些多少 那其實世界上很多時候的數據 我經常都深信 是可以造假或者去搬籠盤 去遷就去做一件事 那這個我一向都不是很相信 這些可以有彈性做到調整 就是你去做一件事 你想鋪牌做一個藉口 去做那個減息動作 就九月就會做 但是調回頭 如果真真正正上場一些總統 無論哪一個上場 我想那個利率都不是那麼容易降得低 這個是我看得到的 因為全世界做事生產最便宜的 就是在中國 中國是世界工廠30%的事都是他做的 你說不用他的貨 那你便會是貴 那這個貴的時候 你那個通脹就沒有辦法降下來 那講完這個之後 我就想講一下就是NVIDIA NVIDIA 為什麼會那麼值錢 因為它那個算力是很厲害的 那它們出過很多的型號 就是由2022年11月有一個叫做GPT3.5的型號 跟著有些改良版 什麼Turbo301、Turbo613、Turbo1106、Turbo0125 去到2024年7月出的叫做GPT4.0Minute 那那個速度 運算速度 在哪裡可以體現得到呢 原來在2022年 每去生產100萬個Turbo的造價 是說20元美金 跟著去到2023年 第二隻型號 就只有2元美金 跟著就跌到過六、過二、七毫 0.24 即是說 講生產Token 其實就是講我們叫做Gas Charge 什麼叫做Gas Charge 其實就是講有一個幣 有一個叫做以太方、以太鏈 以太鏈就是一條公典 就是讓你可以把你的東西 放上去做Blockchain 如果你去發幣的時候 通常就依靠這些叫做以太方的公鏈去做 如果你想運算快些的時候 你就要給多叫做Gas Charge 這個就是講以前20年之前 就有一套電影 那套就叫做我要嫁個有錢人 我要嫁個有錢人 曾經扮過李澤佳先生的林曉峰 就講過 因為他想追求鄭壽文 就說知道鄭壽文就是做石油氣 我就可不可以跟你石油氣數碼化 數碼石油氣化 以前我也不知道 這個原來是為何 原來是說 在以太幣我們就叫做數碼的石油氣 為何呢 他們叫做Gas Charge 因為你給多這些以太幣 那條運算就會快些 即是數碼石油氣化 石油氣數碼化 這樣的時候 以前2022年11月是說20元 現在是0.24元 即是沒有了九成多 你可以將那個運算速度加得那麼快 成本減到那麼低 那我沒有辦法不用你那個晶片 其實講我 我們有個投資公司 曾經在應該是18年的時候 很多人投資過一個軟件公司 他們做一個叫做換面的技術 即是說 將一些戲 將自己的樣子 就套了下去 譬如套了到周潤發裡 套了到梁朝偉那裡 做到的 那有幾個問題 因為人說要在別人的伺服器那裡 去做這件事 非常昂貴 即是那個概念是好 但是那個運轉的時間 你可能是需要三四分鐘 才搞得到 第二 成本很高 我們做了這件事 就燒了錢下去 後來就無意為計 就商業化不了 即是有時候的東西就是 就是那個叫做時間性問題 有些東西的概念是好的 會做到會得 但是 外於那些成本太貴 即是走得太前 就做不到 即是今天現在你做很多東西 那些AI 即是由個人 走去變造動畫 加很多AI元素 容易到不得了 即是好像 現在我拍片為例 我還用一部手機拍 拍完之後 我後面是沒有六幕的 現在是不需要有六幕的 以前我要去做去背 就要找一部電腦去做 現在今天不用了 很簡單 找一部手機 三年前的手機 都可以做到 那就證明就是那個叫做晶片技術 或者是在它那個叫做 在那個伺服器後台去做的技術 厲害很多 即是加字幕那些 完全是一個小學生都可以做到的東西 跟以前不比 以前比就是兩件事 這個叫做技術的進步 你跟不到那個時代 你就大件事 即是好似Intel Intel它就在2020年左右 它就在最高位60元 現在跌到只有20元 以前它真是首一指 因為為什麼我們說買電腦 我們買的chips 是買Intel 即AMD你都不會去考慮 就說什麼80 什麼86 又什麼第幾代 Generation幾 今天那個CPU的處理器 已經不是最重點了 反過來 在那個Graphic Display Card 那個才是重點 這個就是講著時代的不同 這個世界就是這麼有趣 很多東西我們以為是沒有可能做到的 隨著那個成本的下降 我們有些東西我們是會比以前做 做得很快 而且那個速度不是你想的那個速度 它們是一個叫密似的速度 即是用平方計的速度 你想想以前可能做一個 什麼的儲存 二、三十年前是整間房那麼大的 可能十什麼一G 是整間房那麼大 今天你那個儲存是一張chips 一隻手指甲那麼大 你就知道那個科技進步 是比你想像得大很多 人那個叫做賺錢那個能力 即會去回以前 即不是在一個叫很容易生存的年代 其實一向人的日子都不是好過 只不過近這一二百年 那個生產力好了 全球的經濟好了 才會多出現了中產 有這個terms 還有是令到覺得人是幸福了 今天其實就算一個窮人 他享受到的東西 都是比幾百年前帝王所享受的 是更好 但是通常都是出於比較 但是你那個可能 怎麼說 即隔離那個比你好的時候 你就會是更加不開心 還有都是說回那句 即要去生存 現在是越來越需要增功夫 即跟以前不同 尤其是香港 以前香港經濟增長水漲船高 要在這裏搵食相對容易 今天現在是萎縮著的時候 要去生存 還有很多時候在中產的位置 最容易是可以搵得到一些利潤出來 那所以為什麼我這麼擔心 香港那個叫收入 有機會出現斷賴息的下降 就是因為那些企業頂不住的時候 要去開刀 就是在中產那裏去著手 就是中層管理那裏去著手 今天想講的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